早安新谈人先带您关心 美国汽车大臣的名号要由矽谷取代了吗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周一股价开盘上涨超过3% 正是超过通用汽车 成为全美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 专家认为这象征汽车能源革命的开始 不过在市占率方面 通用汽车仍是美国第一大车厂 占去年总销售额的17.3% 而特斯拉市占率则达0.2%